电影真的记录了一个社会的文化和生命 讲到印度电影 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宝莱坞 其实在距离首都梦买300公里远的小镇 叫马勒冈还有显为人知的马来乌 每到周末居民都会冲进去电影院看电影 看电影不过瘾 甚至有人为了议员导演梦 他们改编好莱坞经典大片超人 完成电影作品叫做马勒冈超人 马勒冈超人飞得有点笨拙 根本不能跟好莱坞的特效相比 但是你会为这群人对电影的热爱感动不已 马勒冈一个距离梦买300公里远的内陆城市 居民多半仰赖纺维生 电影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消遣娱乐 而是一种狂热 在台湾抢头香才有的盛况 这里的电影院每个周末都在上演 而是一种狂热的电影院每个周末都在上演 1% 3月以後會超級超級超級 所以要做得更多 但有人不干預只是幻想 或是扮裝過乾癮 說什麼也要自己掌盡 我看了一看 我看了很多電影 然後我看了鏡頭 我看了一看 我看了很多電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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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片重派的作品 讓他的小鎮一夕 成名出場走紅的滋味 進一步鎖定好萊塢經典大片超人 一個說當地語言 在地人主演的超人 這效果還好 我看了什麼 我看了三年 這個電影很少 資金和資源上的限制 這個超人沒有大塊肌肉 甚至還有點弱不驚風 任誰看了都會忍不住笑場 但沙克費一點也不在意 我看了很多電影 沒有好萊塢的大成本製作 喜劇片《馬勒剛超人》裡 超人該怎麼飛 土法煉鋼的程度超過我們的想像 薄嘉侍 可以 有 問有 人 師傅 王 師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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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了 好,好,好 好,好 我把我把你拿出來 我把你拿去 好,好 我把我拿去 我把衣服放在上 来,来,来 他在身上 放在衣服 看起來有點荒謬 甚至像是在神寨二稿 但對導演來說 這絕對不是復刻 印度化的超人 守不了寶萊塢的經典歌舞 歌詞更是唱出濃濃的在地風情 馬勒剛超人記錄的不只是這個小鎮居民的電影夢 更是馬來烏最真實的面貌 ucz家,我先給你 不怕人無言 不怕人無言 我真的想過了 啊 好的